首先我们一套产品是由一个新电源破窗主控 四个破窗器和一个自动爆破启动开关组成 电源破窗主控安装在车内方便接通电源的位置即可 四个破窗器用螺丝固定到适合的四块玻璃上即可 自动爆破启动开关则安装在司机座位方便使用的位置 下面我们来演示自动爆破的使用方法 当危险来临时 第一步掀开自动爆破的启动按钮 第二步按下红色按钮即可破窗逃生 当遇到紧急情况如车内电源出现故障 无法完成自动爆破时 我们的产品还设计了手动破窗功能 第一步掀开透明盖 我们的产品将会发出报警声音 以防误触发 第二步用力敲击即可破窗逃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